中国空军正式 周五上午10点半左右 沈阳空军某部一架强武飞机 在飞行训练中失势 坠落在大连市瓦房店莲花山附近 一名飞行员不幸牺牲 地面没有附带人员伤亡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另有消息指 飞行员是为了避免飞机坠落到人口愁迷区域 而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 沈阳晚报报道称 周五在大连瓦房店富州城莲花村发生飞机事故 空军一架飞机坠落在玉米地里 报道称 飞行员为了避免飞机坠落到人口愁迷区 而放弃跳伞逃生的机会 壮烈牺牲 有军事分析人士根据现场图片认为 这架坠毁的军机型号为强武型强击击 报道称 消防医疗救护人员已经赶到事发现场 现场图片显示 飞机两个附油箱在坠毁前没有被抛离 坠机农田周边并没有大的村落 目前还没有地面伤亡报告 那么中国空军的近一段时间集中报道的 那么有几起 看起来似乎好像比以前 这个我们所了解的多了不少 但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就是 之前我们对于这种飞行的 空军的这种飞行事故的报道 基本上是很少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没有 而是我们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 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空军的这个飞行 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复杂的情况下的这种飞行训练 飞机的这种损失的出现的情况 稍微多一些也是很有可能的 公开报道显示 近年中国军机坠毁事故中 飞行员也有因战机症处于接近军民区 或者人群密集的上空 而放弃气机跳伞逃生机会的先例 今年三月三十一号下午 一架空军战机苏二七双座教练机 在山东荣城海域坠毁 两名驾驶员当场牺牲 据现场目击者称 飞行员很可能是为了避免撞上大桥和民居没有弹射 最终坠毁沙滩 此外 据公开报道 今年七月六号 一架歼漆战机在广西坠毁 飞行员牺牲 五月三十号 一架水公五水上飞机在青岛交州湾海域坠毁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五号 一架歼漆战斗机在广东汕头坠毁 飞行员成功跳伞 二零一年十月十四号 一架试飞院飞爆战机在陕西炎梁进行表演时坠毁 一名飞行员跳伞 一名飞行员牺牲 实际上中国空军近年来并没有太多的刻意强调要保飞机 所以很多时候出现事故没有来得及谈射 并不是为了保飞机 而是为了避免飞机对地面 这个平民或者是这个生命财产造成 造成这种重大损失 军人的职责就是要保家卫国 是为了保卫人民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军人 真正地做到了完成他们身为一个军人的职责 全球各国的空军或者说航空兵 他们在遇到事故的时候 躲避这个密集的人群地区 都是一个通用的准则 那么我们中国之所以在相关的公开报道中 这个坠毁在人群密集区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那么少 甚至说几乎没有 我想这体现了我们人民空军的一贯的一个作风 就是我们对人民更加的负责 对于空军飞行员为何没有及时弹射或跳伞逃生 熟悉空军飞行事务的专家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飞行员决定弹射时 可能因为飞行高度过低而遇难 二是飞行员在遭遇事故时 战机正处于接近居民区或人群密集的上空 这时飞行员往往冒险迫降到人与物相对少的空地 这一原则世界各国的战机飞行员都会秉承 美欧军队的战机飞行员也多次发生过 为了规避地面损失而击毁人亡的事件 三是飞机发生故障时 飞行员会尽全力挽回飞机 为了给地面专家技术人员寻找故障原因 并给未来改进飞机性能留下宝贵的资料 新华网周五还发布了一组图片报道 展示了中国空军强武强击机起飞升空穿越日光瞬间 还有飞行员训练场景 资料显示强武强击机弹射座椅与米格19相同 应急时飞行员可以操纵座椅左右扶手下装的应急弹射手柄 强武强击机也有过有惊无险的案例 2012年7月据央视东方时空节目报道 南京军区空军航空兵某式飞行员刘刚 驾驶强武强机机返航时 突然遭遇三个起落架同时放不下的重大特勤 此时飞机正处于城市上空 如果弃机跳伞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刘刚在塔台引导下 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驾驶技能 驾驶战机安全迫降 中国装备了大量的三代机以来 像传统的歼7强武甚至歼8等 这种都面临着一个退役或者淘汰的一个选择 我想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我们希望以后就是中国空军的日常训练 能够有更多的教练机参与进来 对于这些老旧的机型 能够用高级教练机逐步的去替换 强武战机是新中国在歼6基础上研制的 第一代超音速强机机曾屡舰战功 成为空军主力机种之一 1958年强武正式在南昌飞机制造公司上马 1968年投产 至今已有44年 总生产数量超过1300架 该型战机最初服役之时 性能曾是国内同时期战机中 与世界水平最为接近的一款 部分飞机经过改装后 可挂在一枚0.5到2万吨级的核弹 强武战机因此成为我国两弹事业的功勋战机 1972年 航空兵某师遗族飞行员杨国翔驾驶的强武战机 成功投掷了中国第一枚实用轻弹 进入新世纪后 强武经过升级后 仍担负着对地支援的重任 强武还是中国外销的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作战飞机 1983年起 巴基斯坦空军先后订购总数近200架的强武 缅甸苏丹等国也进口若干该机型 2012年10月 中航工业宏都举行最后一架强武飞机总装交付仪式 此后强武停产 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 为满足现代空地作战的需要 强武几倾改装升级 但预计仍将逐步退役 让位于歼10等多用途战斗机 强武逐步退役肯定是必然的 就像歼6在90年代全部退出现一样 强武我估计也会在最近几年内全部退出现一 对不起 谢谢观看